一辆黑色轿车开在路上 仔细一看车顶和后车厢堆满大包垃圾袋 右边的照后镜还吊在车门旁边 经过的其他驾驶募集拍下影片破网 这辆宛如移动城堡的轿车 就开在台中西区五泉路英才路口 仔细数一数车顶上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大包黑色垃圾袋 后车厢还有四代 总共十大包 上面还堆着一个纸箱 似乎都是装着回收物 开车上路不但要从左右两侧照后镜 注意旁边经过车辆 要掌握后方车流 更需要仰赖后视镜 证明轿车驾驶把车辆捆满回收物 右照后镜还掉下来 严重影响行车视线 开在路上相当危险 汽车专载未依规定 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元以下罚还 警方简讯影片将以车追人 针对驾驶未依规定装载物品开罚 另外驾驶没有将右照后镜修好就上路 也将开罚最高一千八百元罚还 华氏新闻有保证宏林辉台中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